相信很多現場的人都有聽過插畫家經理曾經說過一句話 他說 核災是真的 核安是假的 我剛剛特地強調我們所拍攝的 是政府所謂的核安演習 正是因為我們至今從未看過真正以防災減災為目標 真正對症下藥的核災演習 而且不只是在台灣這個常常發生地震的海島型國家 即便是在日本這個曾經發生浮澡核災的國家 同樣也看不到像樣的核災演習 在台灣有很多相關的選擇單位 比如說原能會 台電 或者是消防局 或者是我們的國軍 他們時常把自己能力範圍內可以做到的事情 在媒體前面表演一番 這個就是所謂一年一度的核安演習 那在日本呢 同樣流於形式的演習 甚至變成了重新啟用核電廠的一個必要的手段 彷彿好像我們一旦執行了演習 我們就可以從過去的錯誤中學習 然後也知道要怎麼樣應付即將到來的下一個核災 一開始我們以這個演習作為題目 一方面也是覺得說可能這個題目是 我們可以和支持核電的朋友一起共同努力的目標 但是在跟很多專家學者們去深入討論過後呢 我可以很確定的說 所謂的核安演習啊 基本上就是催眠民眾可以安心使用核電的一個演習 喔不是 因為參加的民眾其實很少 所以應該是官員他們催眠自己可以繼續使用核電的一個演習 那講到這裡呢 就會有很多人好奇說 那真正的核災的演習是什麼樣子呢 如果以地震來說 我們會很直接的想到921 如果以土石流來說 我們會想到八八風災 那一提到核災 我們就會很自然的想到福島核災 這是因為在災害管理上面 大家都知道 已曾經發生過重大災害為參考對象 絕對是第一個準則 但是就連日本政府 他們也並沒有以福島核災的標準去調整 過去不切實際的應變計畫 你想想自己是災民 自己是在福島核災當中的災民 很難以想像吧 當時究竟發生什麼事情 當時整個撤離計畫是怎麼樣被執行 那過程中有什麼疏失 其實到現在都從來沒有公布完整的調查報告 我們有一次去拜訪了核電廠所在地 那個叫做雙葉町的廳長 他叫警戶川克龍 他給我們看一份當時在核災發生之後 東電內部的檢討報告 上面有兩張圖 其中一張是很理想化很完整 就是關於發生核災之後 災情怎麼樣去做橫向傳遞 怎麼樣上傳下達的一個主制圖 另外一張是當時真正的情況 就是我在上面看到整張圖打了很多個差 幾乎上至中央政府下至災民 所有的通訊聯絡災情是怎麼樣傳遞 都是中斷的 但是到現在警戶川克龍在日本被指為騙子 被指為煽動者 說福島米沒有人敢吃 福島的人去到外地不被接受 都是警戶川克龍愛的 那在日本的狀況這樣子 怎麼能期待 已經遲到了 在台灣已經遲到了三四十年的這個應變計畫 要怎麼在短短的幾年內把它落實呢 相信有一些朋友都知道說 在美國紐約有一座核電廠 他是因為他的防災計畫沒有辦法實行 而被廢止的 那現在台灣卻要針對核一核二廠 這兩個老舊電廠做研議 台灣這麼地下人稠 難道現在不是應該要更去仔細 去檢視政府的應變計畫的時候嗎 現在應該就是最佳的時機 並沒有太晚 因為核災隨時都可能會發生 那最後我想要跟大家說的是 我會有機會拍這個影片 其實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為我是金山人 對 我提到金山並不是因為 金山距離核電廠特別近 如果以距離來講的話 其實以福島的標準 金山跟台北沒差多少 那我提到金山是因為 我在金山住了很多年 從小看著核電廠長大 可是我幾乎都不知道有人反對他 那一直到最近幾年才知道有人反對他 如果大家從今天遊行一開始就有參與到現在 大家還記得今天有上台講話的 北海岸傳河行動聯盟的執行長 郭慶寧大哥 他最近呢 他常常跟我說 他要發動反核的最終戰役 他說他要發動反核的最終戰役 這是一個讓大家繃緊神經的一個很敏感的詞 我問他為什麼要發動反核的最終戰役 為什麼要這樣說呢 他說因為現在是一個關鍵的時刻 但是我看著他的眼神 我讀到更多的是 他覺得合一合二場演繹這件事情 他想要在他這個世代承擔 不想要留給我們年輕的世代 所以我衷心希望在場的所有人 都能明瞭核電帶來的威脅跟急迫氣 他並沒有因為核式封存而減緩 也希望大家可以繼續用核緩但是堅定的態度 把自己的信念傳遞給更多的人 如果說防災減災是演習的最重要的目標 那只要我們繼續維持我們的動能 繼續為了送走核電而努力下去 這個才是最好的演習 大家一起努力 謝謝大家